在越南怎么找便宜的旅店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我现在在越南的首都河内 我已经来河内有一个多月了 下面这个视频我就告诉他 怎么找便宜的宾馆 越南这个地方 这个越南标志 它这个就是 每个店的标 它跟中国似的 它不用英语 它没有 有英语店很少 比如说大家看这个 鸦尼 这个都鸦尼啊 大家认识这个标志 认识 记住这个标识 这个就是越南旅馆 旅馆的标识 因为越南这边 它没有英语 它跟中国似的 不给你英语 不给你标英语 你要来我们越南 你就得好好学越南语 它有这个心态 所以说 它不往上面弄英语 它也不往上面弄那个汉语 它不像老挝似的 老挝 你看那个 还画一个床 还画一个那个什么 还画一个那个被子 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宾馆 大家看这边有很多这个石雕 这边越南石雕非常多 非常多 所以说你找那个 刚才看到那个标志了吗 那个就是铝店的意思 它有很多标志 像什么英语 那个Hotter叫什么 那个 那个标志属于比较贵的 比较贵的 这种 还有一种比这还便宜 就是 亚尼 亚尼的后面有个 TPO 有个TPO 大家看那个标志 要么就是住房的标志 要么就是便宜旅店的意思 那个是最 最便宜的 最便宜的 等我发现那个标志了 我再拍给大家 我告诉大家 越南这边旅馆 它其实 最便宜的也得 也得40块钱 也得40块钱 没有太便宜的 所以说来这边一定要 做好准备 最便宜的事实 最便宜的一般它 它还不给中国人住 不给外国人住 它一般让外国人住 那种好一点的 最少也得60块钱的 大家看这个标志 TRO这个 这个标志是最便宜的 一般是家庭旅店 或者是租房 都有这个标志 请不吝点赞 »i «订阅 »i «i